喜师父说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世时 当时摄卫国的国王波斯尼王 也皈依在佛陀的座下 由于他每天饮食干美 酒醉饭饱之后便呼呼大睡 醒来之后又沉溺于歌舞欢乐 一切朝政都交给大臣们处理 天天过着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没几年他就胖得像条蠢牛 不但呼吸急促行动困难 连坐卧都非常不便 既懒得动又耗睡 躺下了就不能翻身 无论站着或是走动几步 笨重的身体就好像背着千斤重担 不生其苦 直到看医生吃药都没有效时 他才想到佛陀 他想 佛陀是大医王 我应该请求佛陀教我 怎么办才是 于是他就去拜见佛陀 波斯尼王一见到释迦摩尼佛就说 佛陀不知我是什么业 身体一直发胖 行动笨拙不得自在 我要怎样才能恢复过去清安的生活呢 佛陀看了看他便开始说 人之所以发胖 第三是交涉盈意 态度傲慢 只会指使别人 自己成天 只想娱乐 放逸 懈怠 第四是 无忧 心无所思 从不肯用心思考 探索人生的真理 第五是太贤 凡事都不肯自己亲自去劳动 不肯自己动身用力 听了佛陀的开始后 波斯尼王就想 嗯,我每天真的就是从早吃到晚 甚至眼看宫女跳舞 耳听歌乐时还是不停的吃 没事就是睡觉 而且习惯大声骂人 哎,虽然我已经归于佛法法 但却从没有想过什么生死大事 甚至是国家大事 成天只知道娱乐享受 难怪我会越来越胖 佛陀开导波斯尼王的减肥脂肪 是以探究他肥胖的根本原因 而对症下药 波斯尼王也痛定思痛 在佛前发愿改过 不但控制饮食 节制睡眠 同时还养成运动的习惯 并时时关心周遭的事物 凡事都亲自查看了解 还懂得以佛的教法 在心中思考 如何了生托死 脱离轮回 靠着节食 减睡 运动 修养心性 并亲自处理国事 波斯尼王持之以恒地 断除贪欲心 终于获得了身体的健康 与心灵的安乐 以上故事 佛陀浇减肥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自尽的讽法 我之前会发行 了以后 我之前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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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之前会发行